12月27号下午,在国防部例行记者会上,国防部新闻局局长、国防部新闻发言人吴谦大笑表示,2018年,中国与30多个国家举行近40场连演联训,为与各国军队深化友谊与互信,提高各自军队建设和训练水平发挥了积极作用。吴谦指出,今年的连演联训工作主要有以下三个特点。 一是层级更为丰富,既有单兵的军事技能训练,也有战术层面的混编同训,还有战略战役层面的合战练兵,可以说是多层级深度交流。 二是内容更近实战,既涵盖人道主义救援减灾等非传统安全领域科目,也包括传统安全领域的内容,可以说是战味十足。 三是机制更去完善,既注重单次演训效果,又着眼长远推动连演联训机制化运行,为高质量、例行性、规范化,开展连演联训,打下坚实基础。 发布会上,有记者提问,上周,巴基斯坦空军和中国人民解放军空军举行了联合训练,此次联训的规模比去年及之前的规模都大,请评价此次联训的重要性,并介绍相关成果。 对此,吴谦表示。 11月30日至12月23日,中巴两国空军在巴基斯坦空军柏拉利基地举行了代号为雄鹰漆的联合训练。 中国空军殲-10C、殲-11B和空警500预警机参训,与八空军飞机进行了多科目实战化联训,达到了预期目的。 有记者提问,2018年12月,中印举行了陆军携手联合训练,请问中方如何评价此次联训,对此吴谦回应称。 12月10日至23日,中印第七次携手陆军联训,在四川、成都成功举行。 通过联训,中印两军官兵互相学习交流了反恐作战经验和技能,强化了共同应对恐怖威胁的能力,增进了双方基层部队之间的了解和互信。 吴谦表示,2018年,中国军队的国际军事合作开拓进取,锐意创新,可以说是亮点分成。 这一年,中国军队的朋友圈越来越大,构建起全方位宽领域多层次的国际军事合作新格局。 这一年,中外连演连训的实战味越来越浓,国际军事合作对战斗力的贡献率大幅提升。 这一年,中国军队的国际话语权越来越强,中国军队的声音在双多边舞台置地有声。 这一年,中国军队的影响力越来越广,提动的国际公共安全产品遍布全球。